QPS的採訪團隊現在是來到日本東京的豐州 而在這個廣場正在進行的就是日本中醫院大選選前職業最大的一個場次 而現在在我背後發表演說就是日本的新首相石破茂了 石破茂事實上他在今年的10月1號也就是這個月的1號 才剛剛當選了日本的首相被任命為日本的新首相 而現在不過短短的27天他就必須要來面臨考驗了 因為在禮拜天也就是明天即將要舉行的這一場眾醫院大選 現在看起來自民黨似乎有點不妙 我們剛剛也採訪到了現場來這邊聽石破茂演講的一個民眾 他就講表示其實自民黨在過去這幾年是不斷的傳出跟金錢相關 也就是政治獻金的一些醜聞 讓他們對日本國民對自民黨的信賴可以說是節節的降低當中 而這樣的一個狀況事實上也反映在民調裡面 而現在最新的民調是顯示自民黨以及組成聯合執政政府的公民黨 兩個黨加起來很有可能無法過半 換句話說自民黨在整個日本國會當中的優勢將會完全的失去 而石破茂也會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而是像現在有不少日本的媒體其實已經做出的預測 他們預設在這次的大選結束之後 如果自民黨跟公民黨的聯合政權無法聯手拿到過半的十次的話 石破茂很有可能會被逼毀 而換句話說石破茂可能在就職一個多月 可能在短短的一個多月之後呢 就必須面臨著可能要下台的危機 這場選戰到底結果會如何而自民黨有沒有辦法在石破茂的帶領之下呢 是逆轉整個民調來做 照代表的這個結果呢 我們也會在日本東京這邊繼續來為大家收看 這場選擇 字幕志願 三人 四人 七人 六 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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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